大家好 我是小皮老师 接下来呢 这一系列的影片呢 主要就是要介绍这个 就是迷你魔法车 那里面有很多电的实验啊 磁的实验 那我觉得非常精彩 那我们就依照这一份讲义来录制一系列的课程 那这个迷你魔法车的设计者发明人呢 是曹奇平老师 那么这个讲义跟这个硬体的部分 都是由他这个设计制造撰写 那么他的东西可以在他的网站上找到 叫做Let's Try L-E-T-R-Y 大概就可以搜寻到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里面呢 就可以找到我今天用的是他的这个迷你魔法车 所以你们可以去他的这个商品介绍这边去看 那用的就是因为我有迷你魔法车之外 还有电磁学的实验 所以就是下面这一组 就是迷你魔法车跟这个电磁场的实验这个 里面就有很多的各种零件啊 然后就可以做很多实验 那么他的讲义呢 就在这里 讲义的话 可以在这边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讲义 那么如果要在电脑上看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下载教学讲义这边 可以按下去 所以这边就有刚刚这边实体的讲义 那如果想要印好的就跟 可以跟曹老师购买 那如果可以看这个电脑档案也行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就可以下载到这个PDF档 那如果今天的这一系列的影片呢 主要就是这一个 迷你魔法车与电磁场实验的这一个 好 那我们回来这边 所以主要课程的架构呢 就从这个讲义上面架构 所以这边有什么实验一啊 你看这么多实验可以做 有这么多实验可以做 有电的有磁的 那么另外呢 就是硬体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硬体里面有什么 好 那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开箱了 就是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这个主体 就是这个小小的魔法车 然后呢有一个小小的面包板 这是电池 然后后面 然后这个等一下再做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零件 好 那么这个呢 就不在这边一个一个打开看 那里面有哪些东西就可以从这里 对里面就包含这些东西 好 那随着课程的进行呢 就是会介绍这些零件 然后所以讲到了再说 好 那么所以这一盒 好这个先给它盖起来 好 往旁边 那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的整个课程的主角 然后就是这个魔法车 那为什么叫魔法车 车子吗 这下面就是有轮子的 好 好 那上面呢 这边显然这个叫电源就在这边 所以总共电源呢 就是一个两颗电池串联三伏特的这个电源 好 那这边有一些线 好 就是之后再接电源之后就可以从这边去快速的去接好 那这条线呢就连接到后面的这个马达 那这里面的这个马达盒 好这边 前轮这个灰色的部分是松的 这边是松的 那有动力的部分是后面的这个这两个轮子 好 那由里面这颗马达 马达在这边 由这颗马达控制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卡榫 这里有个卡榫 所以这个卡榫 按下去 好 这边这个卡榫 按下去就可以把这个马达 推开 好 所以如果有信息的话可以把它拆开来看一下 不会很难拆 不会很难装 所以放心 好 那这一条线就是连到 马达这边嘛 那马达这里呢 还可以把它给打开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那后面这里是一组减速齿轮 减速齿轮就是这样子 我先把那个马达拆下来 就是我们接电的时候 这个马达就会快速旋转 但是我们平常在希望这个 轮子在运作的时候不要转那么快 所以会搭配一组减速齿轮在里面 好所以呢 这个马达的齿轮跟你面的减速齿轮搭配的话 就是马达在转转快 转快的时候 这个轮子的在转的时候就相对来讲没那么快 好 但是 呃换到就是它扭力会比较大 好所以这个就是减速的时候 给它力量会大一点好 那么 我们就把它转回去 好 这个卡回去 转回去 那这个有个 这边旁边有个勾槽可以走线 所以 我就可以把这个线 放在这个勾槽上 好然后再把它 依照就是跟刚刚一样反向了 就是把把这个线呢 就卡回去 然后把这个盒子 放上去 就卡回去就行了 好 这边都有一些勾槽可以 可以卡这些盒子 好 就 就 就听到开一声 这个卡榫就 就就就就好了 就就回来了 好这个就是 呃 魔法车的外观 那 接下来呢 就会运用这一个 教具 来进行一系列的 电的实验 跟磁的实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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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